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以传向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上亿人修炼 来自世界各国给予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褒奖 决议 支持信函达3000多项 法轮功创始人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法轮功的书籍翻译成40种语言 向世界发行 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觉得它真的解答了我 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的认识就是回归真善忍 对 就是让人变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人 那从此以后我觉得我本来比较焦躁 比较暴躁的脾气也都改了 然后跟爸妈的关系也慢慢的变得比较好 对 要不然小时候他们都对我很头痛 法轮功学员李女士 担任全球前500大公司的管理师 从高中开始接触法轮大法 另一位是任职美国加州系股科技公司的研发协理廖先生 1996年在网络上得到法轮大法的讯息 了解后进而修炼 尽管现在中共肺炎的疫情这么严重 但是在中国大陆 这个共产政权对修炼人法轮功的打压依然没有停止 还在有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无力的关押迫害 甚至活在器官 在台湾这边我们很高兴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平和 而且尊重所有不同的精神信仰的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能够自由的集会练功实践我们的信仰自由 根据资料 全台法轮功学员有数十万名 全球有上亿名 每年的这个时候 透过不同方式庆祝大法红传 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公主师父生日快乐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新豪尔亚特电视 持千利益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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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�